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合的非常密切的一种江湖棋人的生态 叫采棋 什么是采棋呢 顾名思义啊 就有点采头的棋 动点输赢的 直白说就动点钱的 因为过去呢 下采棋的呢 建国以后一般来说就不让下了 啊 就或者说公开的下就不行了 所以很多棋手呢 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棋手 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茶馆采棋的时代 真正经历过的 建国以后我们熟悉的棋手里 可能就是阳关林和盛安 这些人经历过 你包括像王家良 就这个数据 这个辈分的棋手 他也没有经历过茶馆采棋 可是他也确实从采棋当中呢 得到了好处 不是经济上好处 而是棋力提升 当年呢 王家良呢 来到北京呢 下棋的时候 路边有人摆着棋摊 有一个人跟那下 一盘棋 一块钱两块钱来 那会一块两块 购买力挺强 王家良在那看 看了半天他给支招 人家看这大哥的支什么招呢 哎 按他说的还赢了 说我可以下跟他输 你来下来 王家良说我不能下 为啥没钱 我有钱了 哎 这下棋的人给他出钱 结果呢 王家良 那水平当然比摆摊的高了 齐里咔嚓 宰了一个好几盘 哎 还挣着钱了 他就发现北京这块呢 过去 哎 这下棋挺好 后来经行的人介绍呢 他跟北京很多名手 交上手了 像侯玉山这样的 也是双方定好的下棋棋 这一下棋棋 一动输赢的 那不一样了 因为原来北京这一路棋 不拿这个外乡人当回事 谁知道你东北有王家良 来了 你这水平 我跟你下什么呀 可是一动上钱的 他就认真下 这一认真下 你说这棋的锻炼价值不就大了吗 王家良因此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涨了棋 包括后来 海内第一高手 杨冠林 第二高手 和水安 来北京下棋 都跟王家良交手了 那么可以说 王家良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采棋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流高手 认真跟你下 所以我们说 这个采棋啊 在向其的发展过程当中 还真起了 很大的作用 当然下采棋呢 多种多样的形式 最好的一种形式呢 就有点 类似当年吴清源 这个吴清源 那个时候啊 在民国的总理 段庆瑞的府上 段庆瑞呢 这个人呢 相对来说 把自己的围棋水平 很当回事 也自视甚高 经常的呢 跟下部人下棋呢 我让你两子 让你三子 然后动钱 当然他这起立 很难把人都赢着 所以输了 你就给钱 等于客观上呢 资助其手的生活了 当年吴清源呢 就在这方面 得段庆瑞接近 后来又把吴清源 送到日本学棋 所以段庆瑞 当时对民国为奇 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你要碰出 这么一个大金主 那是最好的了 像我们前两期讲 董文元碰着张大儒 不也是吗 资助的 很好 还有一种情况呢 你碰着那酱的 这也是好办法 采齐嘛 你要真碰一嘱 就不服输 人有时候 你记住那么句俗话 叫淹死灰水的 打死酱嘴的 他就不服气 他这一不服气 气网上撞 失去理智 就愿意掏钱跟你下 有不少这个江湖骑手 就靠对方失去理智了 他好挣钱 有那样的人 你看我就了解到 浙江有一个私企老板 骑走的照理说不错 可是他呢 对自己认识的定位不正 认为自己能跟大师一级的交手来 说我跟你也就差一线两线 其实他至少差出两三线开外去 结果他就找到浙江一位大师 下 本来那人家的实力呢 那时候能让他三线 他不接受 让两线就行 那不找他输吗 输了多少盘 回去研究 再来了说两线都不行 咱俩一加二的 这一盘上一线 一盘上两线 那不更得输了吗 后来回去研究 再来找来 怎么下来呢 咱们放盾 什么叫放盾呢 我赢你一盘算两盘 你赢一盘就算一盘 你就让我尝闲 那不更找着输吗 你一盘都别想赢了 这象棋这个东西不像说 说咱乒乓球一个回合 我万一发三盘球我就赢了 有滚网球我也赢了 没有意外 你只要对方神志保持清醒 你想从高手手里拿一盘棋都困难 所以这么个主 据说在前前后后四五年功夫吧 大概输了五六十万给这个棋手 这棋手靠这个就发家支付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 我刚才说的打死僵嘴的 还有从历史掌顾上 我们挖出一则故事有意思 当年月东三盘之一忠贞 忠贞极擅长下彩棋 他干过一个什么事呢 特好玩 越南有个棋手挺厉害 现在咱们看越南也挺厉害 像阮城堡什么的 过去梅清明和陈文明 棋都不错 说越南有个高手呢 经常到广州这来下棋 彩棋下的也好 让子棋也好 挣着钱了 一般在广州他一待待两月 一到这秋天 气候稍转凉了 他回越南 回越南从哪走呢 从广东烧馆过去 借到广西往云南去 这忠贞的不干别的 我在广州我不盯着你 我就在烧馆等着你 反正你得从这走在这住 我登门找你下棋棋去 当然忠贞的手段非常高 忽忽悠悠的让这个越南棋手 总觉得能赢 我自个失误了 不是他水平高 结果忠贞连着四五年 每年一到八月份 必到韶关等着这个人 这也齐了惯 这越南棋手就降 我在广州赢了钱了 到这我怎么就输你了 今天下不过明天接着下 连着四年都是 在广州赢了钱 到韶关这都给忠贞送去 所以这就我说 淹死汇水的 打死酱嘴的 你这人要酱 那算是碰着下采齐的好主 当然绝大多数是采齐 不是这种形式 而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 杀水鱼 什么叫杀水鱼呢 其实就是在外行 宰妹怎么下过采齐的 或者下了采齐呢 他的招法也不是很高明的 在这样 当然这里边他的技巧 我们说技术含量 其实是很高的 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盘里的 一个是盘外的 盘里的技术是什么呢 比方说两个人下采齐 假如说 我要是一下子 把你杀得齐了咔嚓 下次咱俩再动采 你还能下了吗 即使下你也得让仙 得让不子 所以你得什么呢 不能把它惊着 那么盘里的技术指什么呢 比方说啊 这个棋明明我中盘 七了咔嚓 我力量大 就可以给你杀碎了 不杀 慢慢拖延 比方说明明我这 狙炮兵能阻杀了 不着急 假装故意的还丢个兵 然后走到残棋呢 我这狙炮双兵 对你狙马 那我稳赢 我慢慢磨着赢你 那么给被让的一方 感觉什么呢 好像咱俩这实力差距也不大 这是一个 盾刀拉肉 第二个呢 是在下的过程当中啊 明明是 我已经见到这个机会了 我也不着急动手 我呢 反而走得稳健保守 你来攻我 来来来 你攻我 这下手棋 攻着攻着 攻出漏来来 我再减着反击赢你 这样就给下彩棋的另一方 以为呢 这棋不是你攻我赢的 就是我没做好 我失误了 我只要稍微的 啊 想到这儿了 再提高一点 看到这招了 我就赢你了 所以他要给对方一种呢 永远是这棋力很接近 我差一点就赢着你了 可是那一点呢 可差多了 是人家有意放给你做出来的 所以真正的彩棋 有的高手 是按这方式下的 你看着他在那儿 也不着急 慢不腾腾的 等你漏 总让你觉得有希望 但你总也够不着 所以彩棋 对整个象棋来讲 技术的提升虽然有用 但是对于 你想赢钱的话 你就要在盘面上使一些招 这些招法 往往跟象棋技术的提高 关系就不大了 照我说 这是盘里的招法 还有盘外的招法 盘外招法 其实跟骗招就没区别了 你比方说他刺激你 咱俩这盘下完了 一盘十块 这盘你输了 总觉得差一点 再来一盘还十块 两盘输了二十了 他提了 这也快天黑了 咱俩二十一盘的 你要赢不就都赢过去了 你这琢磨 这两盘我就是有点漏 我说没漏我就赢他了 其实那破绽 都是人家故意卖给他了 行吗 二十一盘 又输了 再来一盘二十又输了 这么多咱下四十一盘 你就都牢回去了 又四十一盘 一劲劲往上涨 到最后你不知不觉之间发现 自己已经输好多钱了 这也晚了 温水煮青蛙 这也是一种盘外的招法刺激你上当 还有一种方法呢 这就是江湖骗局了 就比方说你总来茶馆 就比方说你总来茶馆 这人下采气 那人下采气 假如说我是个高手啊 你不敢跟我下 你知道跟我之间得掐两仙呢 就即使我让你两仙 你也不一定敢下 这时候我知道我赢不到你钱 怎么办呢 我找个拖 比方说我找这个柳大华当拖 大华我们两面对面下上了 我假装呢 让柳大华两仙 当然你得不认识柳大华 我就说这意思啊 我让柳大华两仙 结果这柳大华走多少盘 输给我 两盘三盘四盘输 我赢着钱了 你不敢跟我下吗 你在旁边看看我跟柳大华下 哎呦柳大华 这老梁让他两仙 大华都都赢不了 这臭旗子 这时候我就提了 你不想玩吗 兄弟 你不敢跟我玩不要紧 他你也看出来 我让他两仙 我也能让你两仙 你俩下 你俩分仙下不就完了吗 这时候你不知识计 你琢磨 老梁让我两仙 我还能顶一阵 他这让他两仙 他都顶不住 那我俩平下 我肯定赢他 来吧 你哪知道柳大华多大高手 比我厉害多了 所以你跟他下不着死吗 平先下 所以这就是常见的一种设斗方式 当然了 比较极端的例子 我最后再给大伙说个故事 采齐的故事 前面我不说到忠贞了吗 这个忠贞不光是 说切外国人 切下手 跟他同行这些 他一样有骗招 而且骗得很精妙 这是说当年忠贞呢 从这个广东到上海 上海下棋界有一个高手 叫李武尚 人称白莲教主 他为什么管叫白莲教主 李武尚 不光棋走的好 这人还有点势力 下边有茶园 或者其他产业 有俩钱 但是棋也是上海的一路棋 忠贞和李武尚两个人 是水平的忠贞要略高一点 但是你略高一点 你跟李武尚下彩棋 你想赢 人家知道你比他高一点 你赢不去钱 所以忠贞就背后算计李武尚 他怎么算计呢 我把这过程跟你说说 你看看这个人心 有一天 李武尚在家 忠贞也在他家里 忠贞背后研究好了一个开局 就是走到中盘的时候 故意迈个破绽 好像白送一马 其实后边浮游 把车打死的妙招 他把这研究好了 跟李武尚俩人下棋 这两个人过招都挺正式 白上噼里啪啦 开始走 要走到这时候 忠贞马三进四一跳 刚跳完了 不行 就把妈拿回 这白给你吃了不行 还一招 李武尚就来气了 我说忠兄 咱们这么长时间下棋 这个水平的哪有缓棋 你丢人不丢人 那这不行 我这眼光招明显走差了 这马白给你 不不不不不 李武尚也急了 哪有你这么干的 你这还是月东三胜四大天王呢 还毁齐 你要脸不要脸了 这俩人这不就枪起火来了 这一枪火 忠贞来气了 当然是假装生气 从旁边插 拿起一张报纸 啪 把棋盘扣出来 姓李的 今儿你别怪哥哥跟你翻脸 就这么点事咱俩玩 没人见没人看的 你怕什么的 我毁着急 你信不信 这马 我不是小乔你 这马白给你吃了 你就吃了我这马 我一样赢你 你信不信 李武尚也急了 干嘛呀你 就咱俩这水瓶 你让我马 你还能赢 你出鱼吧你 这不俩人就枪火吗 忠贞说 好 咱谁别看 我把这棋扣上了 咱俩现在就赌的 我这马没了 我最少能跟你合 你敢不敢赌 五十大阳 李武尚也不傻 一边跟他对付这嘴 一边脑子里琢磨 他把马送出的 让我吃了 当然后边拂有打车的妙手 这是忠贞研究出来 李武尚不知道 李武尚一琢磨 你丢个马 我还赢不了你 你还要合 你死书无疑 李武尚说 好 五十大阳就五十大阳 抛出五十大阳一压 忠贞一压 这时候报纸掀开 再接着走 可这个局面 忠贞早都研究透了 七里喀沙把李武尚赢了 你算了 要不说下象棋的人 这心思深 你就说这个套设的 故意逗你上当 还是我前面说的 淹死灰水 打死江嘴的 李武尚不是不知道 忠贞有这些套 可是一时 气网上撞 一时失察 上了大当 输了五十大阳 所以我说一千 倒一万 这个采齐 我感觉总归 它并不是人间正道 咱们现在 有很多人说 那采齐得存在 为啥 这么多下象棋的 都有多少人 就指着下采齐吃饭 确实是 在中国民间 尤其什么市里冠军 县里冠军 农村冠军 不少人指着吃饭 我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 如果你喜欢象棋 以这个为职业 除非你进各专业队 走正规的程序 像现在我们看到 特异大师 国家大师 否则的话 你要就靠采齐吃饭 我不客气说 你就是不务正业 为什么呢 这个赌博在我们国家 是违法的 再有一点就是 你看这些 以采齐为生的 下象棋的 一个个穷搜的 那个可怜的 算机一天 就琢磨挣着点钱 也不容易 你何必呢 你有一份正当的职业 然后业余时间 我来下象棋 把它当成爱好 你就能摆脱这种 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我们民间有时候下象棋的人很多 有时候民间的象棋棋手 别人有时候瞧不起 跟什么 跟我们自己这行不自强 不自心 不自爱 有直接关系 你说你为了这个 一百两百的 挖空心思 使各种骗术 值得吗 你人搁哪去了 咱们有绑的力气 干点别的 业余时间 我们研究要象棋 以其会有 有的人说采齐也以其会有 扯淡 你天天琢磨一人钱 有句话 叫喝酒把人喝后的 耍钱把人耍 毛了 你上哪交棚去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以采齐为生 有别的谋生手段 然后拿这个当个乐趣 这才叫以其会有 有的人说 那不动点采没意思 两种办法 一种动完采 大伙吃饭去 为第三产业做贡献 我说过这个 我说大伙打麻将 打麻将 你看今天你赢明天他赢 最后谁赢了 都让饭店赢去了 打完了吃饭 你不管怎么这促进第三产业 也算给国家交了税了 好事 第二种方法呢 是呢 茶馆的老板 你组织组织 不是也是有的人想赢俩钱吗 那好 你把他们组织了一块 就等于打场团体赛 这边三台 这边三台 对着来 有博彩的放在这 算什么呢 报名费 然后哪伙赢来 报名费都给你了 我另外一会儿给留点纪念品 什么就得了 顺别显得以其会有 亮度点 而且呢 就绕开了这个博彩赌博 这个不好的名声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 最好不要动彩 实在非动彩不可的时候 也不要到自己承受不了那个限度 采齐在过去 推动了象棋的发展 在今天看 没那么重大意义 为啥互联网时代来到了 大家想学齐 有很多的方便条件 你可以看一看 咱们象棋世界节目 这些特异大师给你讲的齐 同样是提高很好的手段 而不用采用这种啊 违背道德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采齐方式 给自己掌齐 你要真的掉到里头啊 那才叫一十足成千古恨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乡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象棋特辑大师 郭立平和奇邪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2013QQ游戏 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象棋世界节目 那今天呢 我们为各位奇友带来的是 QQ游戏天下奇异2013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 第十一轮的精彩对局 那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看的呢 是来自两位年轻棋手的一盘棋 红方呢是来自河北金环钢构相棋队的相棋大师陈冲 黑方是来自湖南相棋队的张兰天 来看看这盘棋的过程哈 这盘棋是以过攻炮来开局的 过攻炮对 左中炮对 左中炮 其实这个布局呢 我们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精彩对局当中还是出现的相对比较少 先跳马 红方进兵 这都非常正常下到这 黑方横拘 跳马 完了 红方不是 红方有一个这个快速出击 然后控制红方这个六路线的这么一个作用 以后有一个进居压马这样一个反击手段 那么这个棋呢 下到这属于正常的一个格局 黑方现在选择的是兵武进一 那么红方实战中选择兵三进一 曾经有骑手走过炮八进四 这个直接就 对 它主要目的就是封锁你的盘头马的进攻路线 如果你要是拱兵 他进居在帮助这个红炮的封锁 这也是一种常用的战士手段 黑方恐怕要对炮 完了红方再退回来防御 这个狙炮配合呢 就是封锁住黑方的这个足灵线 可以压马 可以打击侧影 那么这盘棋呢 红方没有选择这个常用的过河炮的手段 选择了冰三进一 这个也是常有出现的 对 那么红方现在还是选择了炮八进四 对 这招还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也有选择炮六瓶四的变化 就是调整阵型 对 这是这个过弓炮的一个好处 就是他经常指指示不飞向 就是他自己的炮 保留这个 就是有一个空间 对 来正行 对 这样形成了一反攻马的局面 对 那么这盘棋呢 红方下的还是很积极 他没有走成反攻马 走成了炮八进四 对 那么黑方他的按照原定计划 就是过河鞠之后准备弃兵 那么他这个计划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还是为了盘头马的出击 弃兵以后呢 这个马可以盘身而出 就是 今后可以在鞠的支持下 完了 鞠马炮在中路展开攻势 其实这个棋 大家可以有一个鲜明的认识 就是说 红方阵型比较工整 而且两头蛇都挺起来了 就马前兵开得非常好 那么黑方呢 也只有中路一条路线 可以进行一个突破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两个战术之间的一种较量 对 那么红方呢 黑方 黑方现在足武级 他再送一兵 目的还是为了盘头马今后的出路 这个畅通 大家可以在很多 先手中炮盘头马的时候 也是可以借鉴这种盘旋而出的办法 他先不着急 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先盘马 然后再冲兵 那么有时候速度就会减慢 对 没错 那么这盘棋就告诉大家 可以先送掉两个兵 然后给马的出击 创造更好的条件 那么红方现在这招棋 实战中走的是 捐二进五 捐二进五 很强硬 但是呢 可能相对要稳健一些的 介绍给大家 就是还中炮 这也是他不是不飞向的原因 可以考虑还中炮 这是一个下法 实战中非常强硬 倒棋核 那我觉得这个棋 陈冲应该是有所 也是有所攻克 应该有所 而且他主要的目的 保兵之后 他有炮八平七的 对 有这个反击 仍然保持对黑方的 过河子的这种限制 就是说你不是随便 那边就可以冲出来的 对 齐核鞠 齐核鞠 那么实战中 黑方走的是足五精英 足五精英直接冲了 这招棋的感觉呢 可能跟他前面的计划 有脱节的地方 因为他的计划就是中炮 盘头马 过河鞠的配合 因为棋一种可能可以考虑 直接盘马就直接出来了 这是一种下法 当然还有可以更激烈的 也可能可以考虑足齐进一组 对 再棋一组 就是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 这是一种下法 但实战当中他直接冲 直接把中兵吃掉了 这招冲好像前后的计划 有一点问题 有点矛盾 打局 打局好奇 那么红方就抓住了这一瞬间的机会 对 黑方动手有点慢 就红方的走马就盘旋而出 借着登局 那么黑方也有他的计算 他的计算是退居捉马吃兵 对 好像也很巧妙 那么黑方下一步 吃 这招吃兵确实很巧 对 就是说 红方现在这个象不能往中间飞 对 对 因为如果你飞人就直接吃掉 直接把这象吃了 对 完了就什么摆个中居 对 马上就要有一些攻势了 对 没错 这个地方 好像红方很难办 这个红方中路太空了 对 但这个时候也是本局的第一个精华所在 这时候红方下出了一个巧手 对 既然中向不能飞 马又不太好逃 对 因为马逃了会丢底向 回马也不甘心 他这时候下出了一个向三七一 非常巧的一招棋 这招棋 也是一个战术手段 对 这招棋的战术依据在哪呢 就假设说你把马吃掉 非常巧 我觉得这个 你看 它这个有一个炮击底式的一个闪击 这个闪击非常厉害 闪击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这两个局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这个有一个大鞠的这么一个 所以这个局面下 黑方肯定不能吃鞠 只有退马吃 好鞠 然后吃 吃回来 对 那么这个局面很明显 一举二之后 红方的所有子力都在前线 对 盛势 盛势 简单的说就是红方盛势 所以这个起 这一飞 这还不行 黑方也是只有 就暂时先压住你 那我相飞起来了 你就没有吃底相的杀招了 我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吃掉 对 但因为中足白吃 那么红方现在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 那么黑方 足进一 红方平袍一打 这个局也不好 逃了打相 逃了受不了 那么先进马吃 所以黑方肯定无奈地进行了这么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转换呢 它又白丢了一个像 对 打掉 打掉一将 不是 然后红方再把马吃掉 那这时候下了一个局平二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红方下的就是不够积极吧 可能更积极一点 对 这个相对比较稳健一些 先牵住 然后我今后再对个炮啊什么的 你这个子力很分散 那么红方可能对这个形势估计也是稍微显得有些乐观 他现在走了一个炮率平五 直接腰队 对 那么黑方也是抓住战机 积极的沉底炮准备反击 嗯 红方 越马 越马呢 确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以后这个火交换掉 以后这个狙随时可以侧应 对 这炮已经升起来之后 哎 我的狙过来 对 那么黑方还是有危险的 对 但是黑方呢 这时候呢 其实要发现的话 它可以捐一只六 这样守住之后攻守两立 有什么捉巷 还有过来捉马 或者平据要杀 还有一些手段 对 他以为能吃掉这两个子之中的一个呢 对 没错 这是红方出了第二个妙手 对 红方先踩掉 也是这个一直锁定了上局 然后飞掉 这盘棋两个关键点 他的妙手就是 这个叫鞭打二怪 这边打鞭那边打马 有人说 我这一吃 那他一打 那一打 这边重泡浆 鞭就丢了 所以他不敢 他先退一步 退一步呢 你倒不敢吃了 你吃得丢炮了 对对对 那么红方现在他的 战略目的达到了 捉 这个马不能退 这马一推一鞭炮就完了 马上不行了 还是宝 被迫的 手指的 你如果交换这边烙着炮呢 也不行 那么红方就退个炮 退炮的时候 黑方 先送了一个 先送足 红方现在紧逼 对 那么下一招炮三平四 还是得子 得子 那么黑方退炮 又想了一个手的 你炮三平四 我马八退六 可以腰队 但是红方不着急了 这时候 你这无根军马 已经被拖死了 对 不着急 早晚要丢这个字 那么黑方一看无法脱身 他还是想办法 要对居 当然我们客观讲 现在你少 向少兵 肯定是败是一定的 关键有中炮的威慑 已经是很难办了 对 那么红方现在很冷静的 一看这一时半会吃不到 对 炮三进一是准备 炮三进一 这边有打 这边有闪 有作杀 什么中路啊平边都有作杀 对 几处作杀 所以这个棋真的是很难硬了 对 那么黑方呢 实际现在黑方要顽强一点 可能还可以part一 part一 如果你在杀 我就挡着你 挡着我就生生的打 对 如果你打向我就掌距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于控制局面 实际上也是只是顽强的抵抗而已 也只是怎么说呢 一厢情愿的就是防守 时间问题 对 因为即便是你守住我这个兵 就一直往下冲 就冲下去了 也很难硬了 对 那么这实战中呢 黑方当时可能也是也忽略 略是时间太长了 压力很大 也忽略了对方的手段 急于对居 说想万一对到居呢 我可能还能吓一下 没错 但没想到 红方叫杀 这一闪击 直接就 吓到这儿 红方已经给黑方制造成了一个绝杀 没错 他就只能投资认输 出将就打将 对 这出将也是一个连杀 就大家 你还得进去 你知识就直接杀死 进去这边是一个 还是门工 对 然后你知识还是将司 那么黑方没有办 就没有解了 对 下到这儿 那么红方 走完炮 平七之后 要杀 黑方就认负了 所以这一盘棋 陈冲也为河北金黄高顾队立了一功 对 直接又赢了湖南队的场分 又赢了局分 那这盘棋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周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 好 感谢郭立平和李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 细说楚河汉界品味人间万象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西尼的吉日央视象棋事件 象棋事件 周五晚看象棋事件 长见识又长能耐